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作为苏秀大师姚建平的女儿 姚兰从小就对苏秀有着特殊的情感 而清华美院和纽约苏富比艺术学院的求学经历 也让她得以用全新的视角审视传统手工艺 对传承苏秀文化有了别样的思考 2010年她创立品牌姚秀 研发推出了手表 手机壳 笔记本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让苏秀以时尚消费方式走入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 姚建平今年55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秀代表性传承人 他创作的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走向海外 也成为众多场馆的馆藏艺术品 除了苏秀大师姚建平还有一种身份 就是给女儿姚兰的工作室做顾问 姚兰几年前留学归来 也投身苏秀事业 研发苏秀的生活化产品创新 他们推出了苏秀饰品 苏秀家具等一系列产品 最近马上要推出苏秀万表 姚兰请母亲过来 听听她对这款万表的意见 因为她本身小 小要有看头 她必须在世界上面下功夫 别看现在姚兰和母亲姚建平相处融洽 而在几年前 俩人还几乎是水火不容 姚兰的家乡 苏州市高新区镇湖镇 是苏秀的发源地 曾经这里两万人口 有八千秀娘 母亲姚建平专注于苏秀事业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姚兰八个月大的时候 母亲去一位苏秀大师家中拜师学艺 把她放在亲戚家 这一学就是四年多 1994年 姚建平学成归来 她的刺绣技艺 得到全面提升 实现了由花鸟秀 到人物肖像秀的突破 我这件作品我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我拿下了一等奖 对自己非常有要求 所以我整个人也瘦了十五斤 一心痴迷于自秀的母亲 甚至不知道姚兰在读几年级 有一次转学 竟然给姚兰转错了年级 但是校长问她 你闺女对吧 就是几年级 她说五年级 好 给我转到五年级 我已经六年级了 然后我一去报到 看怎么是五年二班呢 我应该上六年级 我就急了 我跟我妈妈说 我怎么上五年级 姚建平的苏秀作品越做越好 孩子与她的关系 却越来越疏远 我妈妈有三个孩子 老大肯定是刺绣 然后老二才是我 老三是我妹妹 她这个老大 永远是排在我们前面 小学到高中那个时候 是冲突非常来 疏绣两个字 在家里提都不用提 我一说疏绣 是不是你要叫我们干这个好 想都别想 提都别提 母女之间的对立 一直持续到摇篮上了大学 摇篮大学学的艺术相关专业 先后前往美国和英国留学 随着专业知识增多 视野更加开阔 她开始意识到苏秀的价值 开始理解母亲 为什么把毕生的心血 倾注到苏秀上 看了很多西方的东西 就觉得我们苏秀 好像这个艺术表现力 也很可以 其实这个苏秀的文化 是很牛的 就是你没有对比 你没有这个感觉 你有对比了 去看了别的东西 反而就很强烈的 这种认同感 母亲姚建平的作品 先后参与了2008年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 重要庆典的交流活动 也被国内外多家艺术馆收藏 姚兰和妹妹 同母亲一起 见证了这些重要的场合 我出来的好的作品 我就跟他们分享 就是叫他们 就是跟老师请假 然后就是回来 让他们看到 就是分享我的工作成果 然后他们慢慢的 慢慢的对我有了理解 他几次带我参与 这些重要的场合之后 就感觉 这个工作真的是比较有意义的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 就很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让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觉得我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 未来是不是 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 姚兰开始思考 如何才能做好苏绣的传承 她注意到 身边很多年轻人 都觉得苏绣很美 但苏绣作品 动辄几万几十万的价格 让他们望而却步 苏绣如果要真的传承好 它一定要有市场的支撑 如果只是一个一个的大师 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师作品 认知的大众会越来越少 因为毕竟真的是 少而又少地收藏的大家 才能消费得起的产品 这是我们管目前最大的一件作品 然后它也是我们耗费了三年的时间 去原创创作绣制的一件作品 苏绣工艺非常复杂 这决定了苏绣作品的价格 如何让普通人 也能买得起苏绣产品呢 摇篮考虑制作 用少量苏绣进行装饰的生活用品 这种尝试让母亲有些担忧 她会坚持说 你千万不能糟蹋了苏绣 你千万不能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很粗糙的东西 她就反对你去做一些 特别廉价的旅游纪念品 这种很低端的这些产品 保持苏绣记忆的高度 还要兼容生活的温度 姚兰和两名同学 回到镇湖镇创立工作室 一头扎进苏绣生活化产品的研发中 时隔两年 他们的第一个产品 乌檐济世诞生了 乌檐济世被一位 正要给孩子举办婚礼的母亲看重 订购了两百多件 作为嘉宾伴手礼 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嘉宾朋友 拿到这件产品的时候 他们也很喜欢 然后他们带回自己的家乡 也在帮我们做一个传播 所以我们当时的初心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传承的人 变成传承人群 他会去帮我们去讲述这个苏绣的故事 如今 摇篮的工作室已经集结了十多名青年设计师 苏绣跳出画框 设计成含有苏绣元素的手机壳 笔记本 卡包等 同时还与知名手表厂商联合推出苏绣万表系列 让摇篮感到欣喜的是 购买工作室产品的消费者 主要是80 90后的年轻人 而且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购买 他90%以上都是第一次 不是出于一种做慈善 或者是出于一种 我觉得我得支持民族文化的这种感觉 它是真的在消费你的产品 认可你的产品之后形成的一种购买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活力 最有说服力的 在苏州核心商业区 摇篮开设了两个展厅 一个展示母亲的收藏级苏绣作品 让人看到苏绣的顶尖记忆 一个展示工作室的消费级苏绣产品 让普通人轻松入门苏绣 我们这有一个说明书 上面有二维码 然后扫一下就可以看上面的教程 然后照着绣 看到女儿对苏绣品质的坚守 为传播苏绣文化所做的努力 姚建平也放下心来 母女俩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了 我现在非常认可 大家用了起来 大家喜欢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流通 流通然后我们接翻 我们不断地去创作 不断地去设计 跟上时代的脚步 然后能够与时俱进地 去传承好这项手工艺 轻轻松松地就让苏绣就走进她的生活 在摇篮看来 妈妈用一双翘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值得收藏的珍品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创意 苏绣生产方式 让更多消费者在生活应用中 发现传统记忆的独特与美好 这也是对飞宜的传承与保护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 感谢您的观看